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你常常看 今年算是你们丰收的一年吧 尤其灯辉 对不对 今年是我觉得我运气最好的一年 对 就因为到现在得了奖之后 对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大改变 现在那个奖 你看你几年前也入围过 对 后来并没有得 当然这个入围就是肯定 但毕竟拿到那个奖座 我想绝对是不一样 第一个奖座现在放在家里哪里 我这一进门口的鱼缸的旁边 因为我觉得那是柴位 对 非常好 进门口 左手边嘛 东南方嘛 对不对 我就那边一个柴位 然后刚好有鱼缸 遇水折发 我就把那个奖放在文宫 就柴来讲 现在这几个月下来 是不是有带来不同的 超柴的 超柴的 好柴喔 他跟柴神爷一样 我真的觉得 第一 我不敢涨价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你想涨 但不敢涨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不要被砍就好了 可以维持原价就已经很棒了 然后他因为我在接的时候 这个同时间我已经录了一个剧组 然后再拍一个长达大概四个月的戏 然后我在前几个礼拜才拍完 所以我这段时间都在那个剧组里面 所以我都没有放出来赚 众议的通告跟活动 所以其实财我是至少减了一半以上 那本节目非常有荣幸 在你的这个发财列车 小幸地抢到第一排的位置 空间很长 我现在刚放出来要赚钱 所以我等一下要赶通告 我要去赚尾牙钱 因为今天就他赶通告了 所以我比较早一点 那我们都在等他嘛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 他有点酸耶 没有 像专哥的节目我们来讲 在一般的演艺圈的朋友里面 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有高质感的 能够谈谈内心世界 感谢感谢 对 那今天跟灯辉 因为我跟灯辉其实认识很久 他也跟我抱怨过 他在演艺圈有很多的 那种不堪的过去 国艺活生上 因为他以前当助理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觉得 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这样子 现在有个新的发言人在这里 我觉得今天好像是爆料大会 对 好 所以 那我就问你 你说你说在拍的剧组 是在得奖之前 就开始了 我是在 算是 在拍的过程中 然后就是 去入围了嘛 入围 然后在拍的过程中 那好 你得奖的之后 再回到你的工作环境 有没有感觉别人眼光跟你不一样了 我觉得会 我觉得我会很害羞 因为 本来 本来跟我 更加谦虚 都叫我灯辉 或者叫我灯辉哥的人 然后他们都叫 银地来了 银地来了 我就觉得 我没有那么厉害 然后他们就故意要这样子叫 我就觉得甚至连一些前辈 然后都会开始 哎哟 银地来了 哇 我们演这么久了 我会开心 但是我会真的觉得很害羞 害羞大于喜悦这样子 然后 那个感觉就是 你当下 你当下走上台 跟拿到 然后走到后台那一段空间 就是我们常会说 我跟做梦一样 我那时候的 那个焦距真的 只缩到一点点 我其他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然后我只听得到 我连声音都听不到 然后我只知道我要走上去 其实我知道 他那时候是完全目中无人的 目中 因为我跟他 因为我跟他在现场的时候 然后在宣布说 得奖的是黄登辉 他停了大概将近 对 我们都看 30秒钟 然后他就 他不动哦 很多人跟他恭喜 他完全不管人家 这样子 那我坐在他旁边 他也不理我 我看不到 他好像那个盲人 盲他走上去 对 他走上去的时候 他就开始讲他的感情 后来我发现到 他那样子的反应 其实是有点夸张 比舞台剧还在夸张 但是我认为 那是属于他的 在那段时间 是属于他的事件 立法时间 中断 对 他中断 对 他是属于他的 那我看到他那个表情 我说哇 这个家伙 其实他在那个时候 所表现出来的是说 他之前不管经过多少的辛苦 多少的努力 因为他跟我说过 他很喜欢演戏 那可能在歌唱这些方面 他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发展 他自己也出钱 也录唱片 我说哇 你怎么会有 有人要帮你出唱片 我自己出钱出的 他就完成他的梦想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这一刻光环在他身上 我就觉得OK的 他在那个地方是对的 因为我预料他会得奖 我没有预料到他 真的 我真的没有预料 因为他的对手都很强 就像我也是一样 那我跟他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是得奖之后 那他就一开始 一直开始在很多的戏要接 我是还没有得奖的时候 戏还在真的推出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我已经是得奖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 我好像所有的效应 就是人家觉得我会演戏 从我那个戏一推出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在找我 那最后念出来 不是你名字那一剎那 你的感觉 我其实我老实说 只要是我们三个奶配奖 那部戏的三个奶配奖 只要是我们三个其中一个 我都觉得是我得奖 对 后来因为其实也是 但如果那天你站起来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跟他一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会比较稳重一点 我不会有那种 乌凳口袋的感觉 怎么可能是我的那种样子 有些人得奖了之后 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蛤 怎么是我 要不然你来干嘛 你坐在这边是等着 帮人家鼓掌的吗 就像就像那个 他们在表演的时候 要在讲的一样的意思 每个人不是就是 希望念到自己的名字吗 怎么会是我 对啊 怎么会是我 不然你重招了啦 你拿回来 那我那个时候本来讲 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得奖感言 我一直都没有想要准备 因为到前一天 我太太就跟我讲说 你还是不要有一种 就是在台上有一种 手忙脚乱的感觉 还是要准备一下 后来我准备 其实我那个感言准备还不错 训练一下 我忘记了 因为那感觉是很强烈的 尤其是在那个 颁奖给你那个氛围 跟那样的气氛之下 你就会哇 我看到登辉那天的确是 你是处于一种惊吓当中 我跟你讲 我真的没准备 我在要搬到 我们那个奖项的前 前一个的 有一个中场的休息时间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女儿 跟我老婆有来 他就突然跑过来 跟我說 你等一下上去 如果不小心得奖 你要讲什么 我说我不会得奖 我没有想 我没有准备 然后说你不行 你要赶快准备 如果真的是 你上去乱讲 会很好笑 我就说好 那我要讲什么 我就开始回想 我要讲什么 然后就想到 我最需要感谢的人 然后跟想到 我一进来 在走红毯的时候 那个郑导跟我讲 唐导演跟我讲说 他看了一个戏 然后有一个演员 是周星驰的 然后他只是一个领演 他只有一个台词 但是他那一天 一直在练习那一句台词 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 然后跟我说 就是因为他只有一句台词 所以他要做万全的准备 他要想办法 让所有的观众也好 所有的其他导演也好 让他看出 他这个是独一无二台词 他就跟我分享这个故事 他说希望我可以 接下来路可以把每一场戏 后来你在你的颁奖的时候 就用上这句话 我真的是刚才听到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讲什么 我就赶快把 好那你用了一句话 你觉得很少人有勇气 去请一位谐星来当男主角 你说这个公共电视 我觉得这个 谐星 你们两位其实都算谐星吧 算 应该就是 你们对谐星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谐星是一个 呃 我觉得当初我会做谐军就是 我很喜欢把这个样的气氛 传送给大家 欢乐的气氛 可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曾经在戏 在最早前在演短剧的时候 从很多人都不喜欢你的演出 因为你的表演方式 其实并不 因为我们上面有一个更厉害的 顺哥 他会拿他的方式来跟你比较 你也不好笑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团体里面 让自己越显得越来越萎缩 他们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你就越来越说 可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看到大家很开心 为什么顺哥一出来不讲话 他不讲话就很好笑 那我们走出来 用尽了所有的方式 讲了很多的笑话 完全没有人要笑 我想说奇怪 邪性的世界为什么会这么孤独 邪性我觉得 你应该是要得到的很多的掌声之后 你的那种邪才会出来 很和谐那种邪 但是当你很 很努力想要搞笑的时候 反而得到很多的反效果 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喜感的人吗 我不是 可是我是很乐观的人 我也真的是 我本来就是真的很喜欢音乐 然后我就是跟了顺哥之后 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制作人跟我说 我跟你讲 你想要唱歌没有人会听的 你长那什么样子 你那什么歌声 就算你真的很会唱 你也不会有人支持 怎么有人会讲这种实话 真的真的 就直接讲实话 你必须先有粉丝 他喜欢你之后 你做什么才会是对的 所以你先来好好的 当好你的邪心 然后将来你就会有机会 等你有粉丝之后 你想要发片 你想要干嘛 他们都会支持你 那你们怎么去抓这个角色呢 因为都不是 真的自己自身的预言 怎么去开始 这一批五六个艺人 公司要跟他们签约 但是签约的里面居然没有 后来我就跟韦中哥讲 我说我想演技 后来就被拒绝了 拒绝了之后 我就哇 我好可能 我觉得好像是个 无依无靠的孤儿 我那时候也结婚了 我说我好好的找个工作 可能还有一个 养活我的家庭 然后我就开始坐货车 开计程车 去送羊来 然后去送海参 演艺圈到此就不要再跟我 做任何的联系了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36岁了 都不是真的自己自身的预言 怎么去开始 很辛苦 我一开始我那个时候 我看片的所有大哥主持的那个 那个时候还没有网路 还不盛行 那时候我是拿 我是租那个 我在制作公司 我在王军大哥那个全能制作 我拿了 《综艺大哥》 大概几百集的 那个时候洪哥也在里面 我也偷他洪哥的梗 偷飞哥的梗 你还偷他的梗 因为他站在飞哥旁边 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好笑 我所谓的不好笑 是我刚入网的时候不好笑 后来我觉得我超好笑的 我只要一讲话就是出口成章 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当你的信心开始慢慢建立起来 你讲什么都好笑 我觉得这个不是 关于这一个人的那种特质 是因为他观众对于你的框架 所以你是很好笑的 又要启发 对 要启发 然后你就会发现我是好笑的 我记得我一次有一次演一个 又是郑导演的戏 那个戏叫蔡婷太后演 我们在首映会的时候 人家那种戏剧已经那种 官商勾结到一个不行的 我是一个分队长 那我那个戏 我们去看首映会的时候 那个戏当镜头跳到我的时候 全场居然有人在笑 然后我们就觉得 那部戏非常的震撼 非常好看 非常的解释 但是洪哥一出场的时候 全场是爆笑的 他都没有讲话 他就一出场 脸照到洪都拉斯的时候 全场就笑了 然后我就说完了 我大概没有办法演戏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是血性 你要再转成演员 我觉得好难 那你呢 你看他的很多带子 看很多大师的带子 然后你学到什么 那怎么来 去靠模仿吗 我真的 因为那时候 我在那个飞哥 那个节目里面 有一个模仿的单元 然后其实我没有办法 就是变成说讲太多话 我只能靠表演 所以我一直一直学很多人 然后那个时候就 我本来他们跟我说 你要不要来試 第一个是你们要试试看 模仿康康 我真的不会 然后他们说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其实真的长得蛮像 我说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像康康 不要闹了 你看 你看 你这样就是康康 然后后来就 就开始看录影带 然后康哥所有的 采访的表演的 然后大大小小的录影带 他模仿过的角色 因为我是模仿男女 刚好康哥是模仿天王 然后变成我开始去学 他模仿过的角色 所以他如果模仿过的角色 是二手的 我就是模仿三手 我就是模仿康康 康康模仿过的林峰 康康模仿过的500 康康模仿过的被浴青 所以我就会很不像 所以人家牌是儿辈 你是村辈 对 然后我就开始复制康康的模仿 然后就在那个节目里面的模仿单元 然后因为我复制的还蛮传神的 我就州冠军 月冠军 季冠军 到年度冠军 然后就被牵起来说 你要不要当我们公司的艺人 那时候我还在竹科上班 我说那有薪水吗 他说没有 然后我就说我不要 因为我会饿死 而且你爸会把你打死 对 我说我不要 我就拒绝了 我就超帅的 我拒绝了 然后拒绝回去之后 我就开始在想 这是好像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然后那句话就从这边来的 因为他问我说想做什么 我说想唱歌 然后他说你要当写星 那句话都是从 我在还没答应之前 那时候被说服的那些话 从那边说服 后来被说服的很重点是 那是飞哥的节目 我接到飞哥经纪人的电话 因为飞哥知道公司要牵这个小伙子 然后经纪人打来说 你为什么要拒绝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说因为没有薪水什么什么 然后飞哥刚好在旁边 然后他电话就拿过来 你这个 你不给面子 没有不是不是 他说年轻人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模仿很像 我讲一次你再帮我讲一次 年轻人啊 年轻人 其实啊 是的 没有路走啊 我给你一条路 做任何事情啊 都要决定 都要想清楚之后 决定之后再做 不要冲动 所以你想清楚再做 他那句话应该很有影响力 我被鼓励到 你碰到这么样的一个泰山 我被一个神鼓励到的感觉 突然间我全身就圣灵充满 然后就觉得我充满勇气这样 所以这路对行跟师傅很重要 可是师傅如果是一个 就像飞哥一样 说顺哥一样 对 他就把你带到 跟他自己走的路线上去了 基本上 会 你本来不是要走这条路 所以你们走的时候偶然 那怎么让你自己变得好笑 哦 一进来的时候我真的就是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要从头学 然后就 我真的快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的第二个神出现了 顺哥 他说小伙子 因为他那个时候 我那个经纪公司 顺哥也在里面 所以我算是他的师弟 他说 你在台北这样子有收入吗 我说没有 那你过得去吗 我就说要很省之前 足颗存的钱 大家都那么关心你的收入 对对对 他说 我怕你跟他借钱 然后他就说 他要提供我一个工作机会 帮他开车 我说真的吗 那开车 真的可以吗 他说 他问我会不会开车 他说 那我再给你月薪 你这样子生活就过得去 我从那天开始就跟着顺哥 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他讲什么话 我就跟他讲什么话 就开始一直偷他的东西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我真正 起巴我諧星的路 但是你那时候的 就这样子把自己 諧星就这样子一路走下去吗 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放弃 自己想唱歌的野心 我其实私底下都会 还会自己 想办法弄一些音乐什么东西 然后包括 联络以前有玩音乐的人 你唱歌真的不好听吗 不会吧 我不知道 你有听过吧 蛤 不 不难听啦 然后 我真的没有很认真 在当写星 我跟顺哥的时候 顺哥有一些词 他要写给阿杰辣的你 我看了很感动 我就说顺哥你词给我 我帮你谱曲 他说你不要闹了 我就真的写完 写完之后我就 还自己入成 烧成CD 然后放到顺哥的车上 因为车子是我管的 我就 顺哥的词 然后曲是我写 我就放给他听 我就很紧张 他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他听完 他很震惊 他都没有开玩笑 他跟我讲说 那时候跟他应该有一两年 他跟我说 这是你跟了我这么久 我觉得你做的 最好的一件事情 我就被鼓励到 然后到后来 开始彭哥不是有拍电影 铁丝运龙那种什么的 我就开始 电影会有原生带 我就开始弄了 顺哥 彭哥要拍电影 我们来用一条铁丝运龙主题曲 我又找了师傅 然后又开始弄 然后再有那一首 西地 西地 那首也是我跟顺哥 然后再弄进去 然后彭哥真的把它收录在地 所以你的真正的希望是 有些在金曲奖上的舞台 能够发扬广大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我就真的我觉得 我就接下来 我除了就是下辈子之后 我没有什么好要求 其实我觉得 就是你现在先拿了一个金钟奖之后 慢慢也拿到金马奖影帝了 慢慢也再拿到一个 比方说金碎奖 对不对 还是金七奖 对不对 你通通是影帝的 你就会出他们骗 我真的不骗你 因为很多 在我们当初做一些工作 要让自己圆梦的时候 那时候会不会90岁了已经 有可能 但是你是最早的金曲歌手 王老爷 你刚才讲的那些奖 都不会比金曲奖容易 真的吗 那都很难 但是至少他自己的代表作 所以你现在 真的说实在话 歌手这个梦还在你的 我真的是慢慢的 就跟我是南港刘德华一样 我深信一个 因为我的大师兄是NoNo 我就问NoNo哥说 我要怎么样跟你好笑 你是怎么变成校园天王 你可不可以教我 那时候他说 他说他自己是校园小天王 然后他就这样 小师弟我跟你说 他就这样用你招牌的表情 我跟你说 你只要一直跟观众说 你是什么 观众听久了 他就觉得是真的 你这是叫做自入性行销 我就说真的假的 然后就想一下 那我觉得我的偶像是刘德华 能唱能演这样子 然后那我就说 我自己是南港刘德华好了 因为毕竟我不住在香港 我住在南港 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说 我自己是南港刘德华 一开始被骂 终于在讲了两 被骂了两三年之后 我走在路上 有相信过来 他不是叫我的名字 他跟我说 南港刘德华 我找到你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成功了 原来一直做一件事情 一直给观众一个信念 你持续不断的 说自己是那个东西 一直努力的话 到最后你就算不是 观众也会被你感动 我相信这个 观众不是被你感动 观众被你弄得 只能同情你了 可是我真的认为 他的南港刘德华 那个封号 是因为他得奖之后 人家才把它放大 得奖真的又再放大一次 等一下我只要问一下 基本上你们走到邪心 可是最后 我们今天看到最主要的 是看到你们在 真正的戏剧之路上 发展出一个 你们今天最大的收获 从邪心转回到一点 严肃一点 这条路你们又怎么走的 马上回来 好 你要现在就要讲吗 没关系 我可以想一下 想一下 好马上回来 我们来上一道菜 恭喜我们今天 两位影帝在场 就有一天 我老婆跟我说 有一个戏 他们要需要一个邪心 你赶快去吃 我一去的时候我吓傻了 我看到阮京天 赵又廷 凤小玉 三个人 三帅坐在那里 我才意识到 那是猛奖 这不是开玩笑 这真的是电影 机会来了 对 然后我就开始紧张了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拿到那个角色 但是我不会啊 我记得我演第一场戏的时候 我被骂到连说 我真的不知道 当初为什么要选你 今天我们请到了洪杜拉斯 跟黄登辉两位 在这次的人生当中 他们的细技之路更宽广了 因此我们今天要上一道特别的菜 请到我们的廖师傅 廖师傅好 师傅好 廖师傅 其实你有一个绰号叫做福特 对 对 VOLT VOLT 建立 它也很有发电 你好 我是HONDA 你好 你没有什么 安陪啦 安陪 我听说 你今天带什么 我们今天带珍珠奶茶法式舒芙蕾 真难 我记得看到用珍珠奶茶来配的 对 就是 比较少见 然后是我自己想的 想说 带一点法式的风味 可是用台湾的东西去做呈现 那你要教我们 怎么个吃法 正确的舒芙蕾 可以 中间可以先挖一个洞 先挖一个洞 然后 它里面是像泡泡一样的口感 先挖一个洞 对 泡泡 然后再把珍珠跟 我们做的英式淡奶酱一起倒进去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口感 是要倒进去 这个新鲜 哦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对 普通人家里面是浇什么东西 一般在法国的话都是加橙酒 会比较多 橙酒 你特别用台湾的 我们这个国命有没有 珍珠奶茶 是 然后这样子 哇 我看你洞挖的怎么样 比较大一点 它里面那个好绵密喔 这是用蛋打的吗 对 用蛋白打的再去混 哇 这真的是造福人区 好好吃喔 你有没有看过我们游的距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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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戏剧开始到 我是南港 刘德华 那可以 可以 够够够够 够了 满足了 哇 他演出费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的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啊 哇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 你们两个的演出之路 其实蛮像的 你本来是做 想要做歌手 但你后来做了工程师 对 而且在竹科 嗯 那洪杉大师你呢 本来 你跟郭子乾在一起做 这个道具 道具组组长的 对对 就是打杂的 道具组 为什么组长呢 因为我们就两个人 他是服装组组长 我是道具组组长 自己给自己一个头衔 而且你退出什么 来去三次 来去三次 因为我第一次的时候 在我 刚退伍的时候我就 我就感受到 电视圈的魅力 因为我们是一个 默默无名的一个无名小族 我们去做电视之后 我们只不过去演一个小短剧 小短剧就是临时演员 你在干什么 啊 冲过去 然后说啊 演个土匪 被杀就死掉 一天演个三集 那有一点那个 所谓的临时费 一集大概两百块钱 可是你演了 它将近差不多 两个礼拜之后 居然路上有很多小妹妹 你是那个谁 被杀掉的 对被杀掉的 我觉得你好帅喔 就完蛋了 人家说你好帅 人家说你演得好好喔 你就以为你真的演得很好 演得很帅 然后有一天我还开着 公司的货车 载着这一批五六个艺人 他们一直开车 在喜来的饭店去 因为那时候我们演戏 我们五六个也是一群 这是一个团体嘛 然后五六个人就上去吃饭 我就在下面等 我就知道完了 公司要跟他们签约 但是签约的里面 居然没有我 我只是载他们去的 那个司机而已 他们下来了之后 然后他们就啊好开心喔 他们有一纸还蛮稳定的一个合约 那我在开车的时候 其实那我已经开始有点很难过 那也没话 我也想演戏啊 那郭哥你怎么没有跟他讲说 鲍威也签下来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演戏 后来我就跟韦中哥讲 我说我想演戏 后来就被拒绝了 拒绝了之后我就 哇我好可能喔 我觉得好像是个无依无侠的孤儿 因为每个人都开始在 然后顺哥他们也去拍戏了 然后顺哥那时候又开始 什么 欢乐传真雅虎啊 一大堆的节目 那我就很没落 我就离开了 后来我离开了之后 没有人知道说 你那个时候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我说 根本没人注意你的离开 没人注意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 爷爷家中处 我还自己这样子勉励自己 然后我就开始坐货车 开计程车 去送羊来 去送海参 这样子慢慢过过过 经过七八年我居然又遇到绷恰恰 我遇到碰狗了之后 他问我说你在干嘛 我说没有我在失业啊 就还好 跟他遇到许朝春一样 对 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福星 我当时碰狗注意了 他慢慢就升为三立的总监 他掌管三立很多的节目的内容 那我就开始 那个时候我就 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纪人 因为我在他旁边开车 就跟那个邓会一样 我又提供很多事情给碰狗 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那个黄金夜总会 三立的黄金夜总会 突然有一个铁丝玉玲 好红喔 我那时候看到说 哇 我真的是福星耶 我的老板每个人都大发力士耶 孙哥也是耶 然后他们所有的电视 所有的媒体 都在播铁丝玉玲 欢喜玉玲玲 无敌玉玲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后来因为 玉玲玲太多了 后来那个公司 可能那边就要做一个调整 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人的光环会这么快 你就慢慢就消失 就不见了 几个 几个 大概半年之后吧 玉玲玲就不见了 就整个 整个团体就瓦解了 然后孙哥就问我一句话 孙哥说 你该怎么办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是中国叫来的 怎么又问同样的吧 又问我说我该怎么办 那我就跟孙哥讲说 没关系我 我什么事都能做 我可以当开七人车 但是最重要的是 要让我很快乐 我不喜欢那种 后来再发现到说 我好像变成人家的一个脱油瓶 我还要来帮忙 帮忙你安排很多的工作 那我就跟孙哥讲 好 那我就 好 演艺圈到此 就不要再跟我做任何的联系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六岁了 我那时候也结婚了 我说我好好的找个工作 可能还可以养活我的家庭 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吃面 所以我就到黄河南路 我去看了一个面摊 我说我来卖面好了 就不要在这个五光十色的环境之下 再建筑我的明星夢 我刚好看完 看完这个面摊之后 郭子杰又打电话来 他又说你又冲想 我说我在失业 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 来做一个节目 韋中歌节目 我说不要再来找我了 因为我真的害怕了 我也没有任何的那种 所谓的对演艺圈的憧憬 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的天敌也在那边 王伟忠 因为以前叫他 他不踩你 他不踩我嘛 那后来 我老婆跟我讲了一句话 就像灯辉 他有个奇迹 我觉得我老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她说你看你现在有什么 我说我没有啊 我只有一个家庭 我有小孩子 有太太 她说你本来就是有这些 那你去了之后 你会损失什么 我说好像也没什么损失 因为我家庭应该还在 她说对啊 你什么都没有 那你就去试试看嘛 有去当剪刀 没有再回来而已啊 我想说也对啊 反正我就去嘛 我去了之后 他们说你去模仿叶教授 所以我那时候就看了叶教授 所有的录影带 所有的DVD 影像的 跟他的一些文书的 然后背了很多的那种礼语 然后我就准备好了 我就坐在那个模仿 那时候我们是live的 现场的直接call in 然后我们请叶教授帮我们开 蝙蝠知道咽得黑 身处白天像黑夜 人生天堂白是黑 我是教授 我姓叶 然后就讲完了 然后 然后第一天 讲完了之后 我那个天敌居然笑了 韦中会笑得好灿烂 然后他给我 他给我的一句话 是我这 三十几年演艺圈 我觉得最温暖的一句话 他说你都准备好了 我说有 我有准备很多 他说那你可以天天来嘛 对下来不得了 不得了 我回去抱着我老婆痛哭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 来等那么久 我等了快十七年 我才有机会 因为你准备好了 后来他发现是我准备好了 我想说我如果没有准备 我上去也是在那边发呆 我觉得这个机会也不会 降临在我身上 那就第四次了 你看到没有 他刚刚其实就是叶教授附体 他用他的人生 其实在讲一篇人生的故事 你能不能讲出你的人生故事 然后也同样的具有一个哲理的结论 你的原生故事 我觉得 我好像一直在为别人而活 在平林的一个山上 荒山野外 这些摄影大人 他们都穿军大衣大外套 那我也怎么 那你就演个尸条 我说那要死在哪里 他说你死在河里面 蛤 这么冷耶 也是你 那我就死在那边 那已经NGA将近十几二十次了 我真的好像全身已经变成红色的 好像快要变冻僵的那样 我心里面又开始在想到说 我为什么要进到演员圈 我为什么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关卡 这么多的磨难 你能不能讲出你的人生故事 然后也同样的具有一个哲理的结论 你的人生故事 我觉得 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为别人而活 我小时候我喜欢唱歌 因为我阿公喜欢唱歌 然后我唱完歌之后 我阿公跟我说你唱太棒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歌手 Superstar 我将来要成为伟大的歌手 然后直到我真的要面对 当完兵要出社会的时候 面对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爸跟我说 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工作 我就说我要去Pub唱歌 我找到了 他说多少钱 可能一场五百块还是明格西餐厅什么时候 这么少钱 那你去足科多少钱 我说起薪三万二 然后我爸就说 你是笨蛋吗 你不会自己算这两边的差异吗 然后我想了一下 然后那时候我爸 身体的状况也没有那么好 然后我想了一下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 然后替家里造成 因为可能到时候会搞到 我爸还要养我 我就想说 好 那我就去足科上班 我就这样做做做 然后我的放假的时间 我不放弃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都会去找朋友练团 然后有活动 比如说什么庙口的啦 还是什么周年庆的 人家需要什么 电档一两场的 我就说我这边有团 可以让我去唱 我就一直找机会想要唱歌 可是后来是因为 之前在校园的一些 制作单位的人 然后牵线之下 认识了菲哥的那个 《综艺大哥大》 模仿了机会 然后那时候我还在组歌上班 然后就到那边的时候 就变成说 要不要当邪心 讲那个选择 其实邪心 我到现在觉得 它是一件非常难的工作 就是它要面对很多即时的反应 而且邪心不能休假的 你24小时都要开机的 你要随时要把那个喜感 就要爆发出来 那你有没有心 刚刚像洪哥一样 琪琪也对你的人生 也带来什么重要的影响 它太关键了 因为它也是说服我要去做 自己要做改变 因为我跟孙哥 久了之后不能帮他开车 然后我吃 喝 油钱 电话费 孙哥会帮我付 我就觉得 那我这辈子就当个助理就好了 我那时候已经这么想了 我就跟他一样 我当助理很开心 孙哥会照我 每天都很快乐 我走到哪边 我插那个旗子 叫孙哥的助理 旗子很威风你知道吗 然后我还有名车 然后吃香喝辣 跟他一起学帅命好了 我已经忘记自己 自己想要干嘛 就每天就这样 帮他开车很开心 就有一天 我老婆跟我说 有一个戏在应征 然后他们要需要一个闲心 你赶快去试 我说我不会演戏 我不要去 她说我已经帮你接演 就去 然后就很凶这样 我就被他逼得去试镜 然后去试的时候才发现 那不是电视 那是猛甲 那是电影 然后就有人出来Casting 她说你会不会演戏 不会 有没有演戏的经验 不会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都来了试一下 然后她就拿了一本 那个脚本给我 我就看一看 我就乱演 演完之后 他们居然说 你好自然喔 你愿不愿意演这个角色 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真的不会 真的可以吗 她说但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你长得很老 你怎么一副老人脸 阿伯 对 你很老 而且我们这是高中生的戏 太老了 太像阿伯了 第二是我们这个戏 我们需要是一个可爱的胖子 你太瘦了 你可以为戏增胖吗 我想了耶 一般的 如果是现在的 我会说好 我愿意 但那时候我想一下 不是 我是一个歌手 我不能胖 那时候我还在想说 我要当歌手 我不能太胖 我是摇滚歌手这样 然后他们就看到我在想 然后就说 没关系你回去想一下 因为我们也要想一下 然后就被打枪了 然后就回去 回去之后 我老婆每天煮宵夜给我吃 他把我弄胖 然后带我去剪头发 剪很短 看起来像高中生 然后就 使劲了九牛二虎的力量 硬是叫我再去 我为了我老婆 我又被我老婆说服了 好 我就再去试了 第二次进 第二次的时候 他们看到我 就坐在那边 我一去的时候我吓傻了 我看到阮金天赵又廷 有三个三帅坐在那里 我才意识到 这不是开玩笑 这真的是电影 机会来了 对 然后我就开始紧张了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有变胖吗 过来就捏我肚子 然后看我状态 就真的有变胖 胖了一圈这样 然后说好 为了你 没关系 我们每个系 每个团体里面 都有一个老人脸 然后那个人都会叫阿伯 所以为了你 我们把这个角色改成阿伯 恭喜你 你就是阿伯了 然后我就耶 然后从那一刻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拿到那个角色 但是我不会阿 我记得我演第一场戏的时候 我被骂到 我整个人不知道怎么演 然后连说 我真的不知道 当初为什么要选你 然后当初 当着这么多人 什么很难听的话 都出来了 然后到最后 被逗倒吗 到最后 到最后 到最后有一句话 我很感动 因为我很认真学 我问小天 然后问Mark 然后问他们怎么演戏 他们讲了一些 我听不懂什么 你要把台子背起来 然后把他全部忘记 什么的 然后讲一些什么的 我都听不懂的话 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 朝着他们讲的话去学 然后到最后 我听到了一句说 你要记住现在的感觉 这就是演戏 然后我才发现 我好像被肯定了一点点 但因为这一部戏 在那一部戏之后 我到现在 我一直有机会可以演戏 然后我一直在每一部戏 不断的在学习 跟着不同的导演 不同的演员 所以你们两个真的太像了 你们两个的路 真的走得太像了 而且都做过那种 自以为是的 这个大明星的身边的驾驶 那种助理 然后觉得人生 人生我都得到一切了 你们两个的演戏 还都演过快死的人 对不对 对 有 你是演的 我有演尸体 直接演尸体 对 那个尸体 其实他是一个 好像就是没有人要演的角色 在平臨的一个山上 我就开着车子 车子一直往山上的坡一直走 我就觉得 我真的这个神经病 我就想说 好多想法 我现在好像演艺圈 一直开始在走上坡了 因为我开车 一直在上坡 一直在上坡 我好开心喔 笑话好 我就说 应该开始要上坡了 然后平坡了 平坡了 看到前面有就很多灯光 你可以感觉到 那个地方根本就是一个荒山野外 然后我就车子挺好 我就找资讯制度 我来了 他说等一下 我们那边还在拍 等了将近半个钟头之后 他说该你了 我说脚本还没有来 他说这场戏不用讲话 我说太好了 不用讲话 他说那我演什么 那你就演一个尸体好了 我演尸体 这么冷耶 演尸体 我说那要死在哪里 他说你死在河里面 蛤 不要死在河里面 我可以死在路边吗 导演说不行 因为你那个水流是一定要死在河里面 我说 我那时候就开始有点 有点想打退堂鼓耶 因为好冷喔 我光穿衣服都觉得冷了 那我走过去看到导演 导演 那个 我好像已经 有点冷 然后导演说 试试看 不行的话我们再想办法 我知道他这句话 其实他就是代表了另外一个含义 试试看 不行的话我们再想办法 对 那时候 我心里面其实蛮纠结的 因为真的好冷喔 那我就 好吧来吧 然后就衣服脱掉 然后就下去 那下去喔 你真的会发现 那个身体会有冒烟 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热的东西 到了河里面去 然后我在那边死 然后死了之后 他说那剧情很简单 就是一个小和尚 他就河里面找一些那个干枯的木材 准备带我去烧 结果毕吉亚线就把你勾出来了 那我就死在那边 好冷喔 我那个嘴唇一直发白 那镜头又很特写 嘴唇一直在打架 我说导演 那个真的 那个是真的 我已经尽很大的力量 那我在想办法 那我到河里面去 又到河里面去 我真的在河里面 我自己掐我自己的大腿 就不能动 不能动 那已经NG了将近十几二十次了 我真的好像全身已经变成红色的 好像快要变冻僵了这样 然后我就 我心里面其实一直讲说 我一定要撑过来 然后后来导演 最后一个镜头喊 OK 哇 我就看到摄影师 这些摄影大人 他们都穿军大衣大外套 有一个镜头拿了一杯水给我 他就说 辛苦你了 然后另外一个人 拿个军大衣给我盖着 盖着就说 哇 你真的好厉害 因为实在很冷 因为这有些东西真的是 没有办法是控制他 你不发抖的这件事情 那我看着导演 导演跟我比一个赞 然后我看我说 我那时候很难过的是想说 为什么很多人演戏是 漂漂亮亮的 我要在河里面 然后我穿上了衣服之后 我开始我就开着我的车子 然后我就一边开一边哭 一边开一边哭 我说 哇 原来要成为大明星的过程 是这么辛苦 可是有很多人 不会经过我这一段 然后我哭了 我哭了哭了之后 我一直又开始在想到说 我为什么要进到演艺圈呢 我受过这么多的磨难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还不晓得他是不是一个 真的能让我 拥有一个很好角色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就是去做了 做了之后导演也看到了 然后突然之间 我开着开车子 奇怪 我的演艺视野怎么开始在走下坡 然后又 我刚才上坡 现在就是下坡 现在就是下坡 我刚才还以为是个落泪的尸体 怎么突然又活我来了 然后他就往下走 那时候坏平地流 我就开始很感慨 我说 我为什么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关卡 我有这么多进去演艺圈的机会 被拒绝了 又进去 那好不容易有人来找我 我也觉得我已经燃起了 我生命的一些光点了 看到了 但是居然是这么辛苦 隔了一个礼拜 这个戏的监制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们要开一个 八十集的 七点半的短剧 的台语连续剧 他说我们帮你安排一个角色 哇 他讲完我眼泪又掉下来 又上坡了 又上坡了 他就又上坡了 我说原来 为什么老天爷他关了一扇窗 他一定会帮你开了一扇门 所以你那边的尸体 到底会来片手多少 因为他是一个礼拜 他是吸收台湾 他是一次演五集的 对 一天大概一千五百块钱 哇 一天一集 毕竟你还活着 对啊 你的尸体是从还没救上来 对 我在演舞台剧伟中哥的同学会的时候 突然发现到 哇 我在最后一幕的时候 我 哭得很厉害 伟中哥你看 这个就是你的人生 搬上一幕的时候 那个骗不了人的 没有人叫你哭的 但是你太多的感触了 我还发现 我很喜欢伟中哥 因为他叫我做很多的事情 对 以后我们可以叫你上坡哥 上坡哥 但是我上坡的时间最好不要拖太长 因为我拖了将近三十年 拖早短一点的 你的尸体是从海里被救上来 我是被踹下海 被踹下海 然后踹下海之后 因为男主角是我兄弟 他从海里面把我捞上来之后 就躺在那个港口 我一下去之后 因为是寒流 然后加上跳到海里面 我一下去的时候 我脚就抽筋了 是冷到全部都 全身就是好像 蝦子这样 硬起来这样子 整个那个 里面的那个筋全部都缩掉 然后就觉得好痛 然后就想 反正刚好是挣扎 我就把脚打直 然后挣扎要溺水 然后就先拍溺水 沉下去了 好不容易溺水拍完之后 因为全身都湿了 然后上来 钙毯子真的没有 他有给我穿防寒衣的 什么都没有用 但是接下来要拍 主角要把我救活 我不能动 我要让他救我 对 但是因为特写 他要跟我口对口 人工呼吸很近 就看到我嘴巴一直这样 那没办法 就我有感觉 就管 那没有办法 道遠就卡 那个灯辉啊 你死掉了 你知道吗 死人应该是不能动 但是 没有办法 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是会动 所以我真的可以 当下就会觉得 我不是不想要 不做好 也不想不专业 但是我真的 在这个环境下 我无保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得到了一个 比较长的回答 但我知道了 其实邪心在你们身上 只是一个外表 但你们内心 其实都有很多的人生的路 所以才让你们今天 在戏剧路上 真的发挥到 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一面 那其实根本就是你们的人生 对对对 你们的人生过程中 你们在成长 所以 邪心真的是让我们认识你 你的那个 以前的师父 讲的一点都没错 认识你 但是如今我们开始 要更认识你 也要更认识宏都拉斯 是是是 所以你们接下来 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期许 你当然是要得 那个金曲奖的歌王 对 我觉得 接下来 你的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 我坦白讲就是 我的转类点是蒙甲 然后我也是那个时候 我的生子 所以我的转类点 发生在同一个时段 然后我有小孩 有老婆 跟人家认识我是同时发生的 但那个之前我是为自己 我是很自私的 因为我一直想要唱歌 想要当一个流浪歌手 但那一个时刻之后的我 我想要让我的小孩有家 然后有房子 可以住 然后老婆可以很开心 然后就是 我开始 从那一刻开始 我们不想唱歌 我从那时候开始 我很认真的做好 每一个邪心的工作 每一个有 可以表演的工作 甚至每一个 有戏剧的工作 我不拒绝任何的角色 跟任何的通告 因为我要养家活口 但我发现 当我开始全心全意 为了小孩跟家人的时候 我就变得很幸运 我真的内心的觉得 我原来那我之前就是自私 才会这么衰嘛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我就是要全心全意奉献 给我的家里面 所以我到现在 我也没有想说 我真的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但是可以的话 如果有余力的话 我想唱歌就怎样 那其他的工作 还是哪边有钱 我就往哪里去 那你要经常开车 往山上走一走 就上不上 你的目标呢 其实我觉得 很多转捩点 我后来发现 我很喜欢伟宗哥 因为他叫我做很多的事情 对 比方说 所以后来叫我模仿叶教授 有丑转案的 对 所以他现在只要叫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信任他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有独到眼光的一个 一个伯乐 所以后来 我在演舞台剧 伟宗哥的同学会的时候 我演一个年少轻狂 然后很早就失忆的 就是对人生不是很如意的 然后靠着同学的救助 慢慢慢慢慢慢 在我过完人生的 剩下七八十岁 我已经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到 我在最后一幕的时候 我哭得很厉害 伟宗哥看到我 我们已经羡慕了 舞台剧演舞 我说你是怎么搞 我说我好多感触 伟宗哥你看 这个就是你的人生 搬上一幕的时候 那个骗不了人的 没有人叫你哭的 但是你太多的感触了 所以我发现舞台剧 给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跟有很多的演艺圈的朋友 很多演艺圈的朋友说 我好想舞台剧 我说我一直跟很多人讲 不要去想好不好 你就说你要演舞台剧 因为你想永远不会是个事实 就像我说我 不去行动 对 你不去行动 我说我要演舞台剧 就像很多人跟我讲 我想当歌手 我说那你都唱谁的歌 我不知道 这就很矛盾 就很矛盾 因为你一定要跟你想学的东西 一定要挂到边 所以你是将来的目标 是在舞台剧上发现 我想要当歌舞台剧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 你应该有 也很想演感情戏吧 我看你是一个很有感情戏的 可是我喜欢那种 那种比较 比较激烈的感情戏 所谓就是那种 你现在演床戏 会不会演大了吧 我不能演床戏 对 我觉得我不喜欢演第二春的 第二春的还是床戏 这样子比较有经验 以后我们可以叫你上坡哥 上坡哥 人生有上坡 上坡就要经常上山 开车去山上走一走就上坡了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你们都告诉我们 人生有贵人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贵人 其实你们现在正开始 要当别人的贵人 希望能够影响那些人 不过还是要先上坡 你老是下坡的话 谁也跑不了 但是上坡的时间 最好不要拖太长 因为我拖了将近三十年 坡早短一点了吧 好长的坡 谢谢老卉 谢谢 谢谢张哥 吃完了没有 吃完了吃完了 你先坐一下 我是外带 你还外带 你准备看 你肯定是要干吗 你不过来 你一切还好